很少有人在乎存折里的一分钱 可在这个小伙眼里却价值百万 因为他从中看到了发财的机会 如果一旦成功 那么一夜报复根本不是梦 阿强是一家银行的出纳员 要知道 他所在的银行拥有近千万的客户 如果他给每个账户多扣除一分钱 并且将这一分钱占为己有 那么他很快就会成为百万富翁 不过阿强的职位太低 根本没有扣除账户资金的权限 但好在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只见他快速编写了一款病毒文件 然后发给了银行行长 而行长收到后 果然毫无防备地打开了文件 这下阿强成功入侵了行长的电脑 甚至还意外发现了行长和女员工的秘密 接下来就是要通过行长的电脑 将病毒传播到整个银行的电脑上 这意味着 所有电脑都已被阿强监视 现在只要找到那台管理员的电脑 那么他就能连接到银行的服务器 然后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扣除客户卡里的余额 然而没多久 管理员就发现电脑被病毒入侵 于是他立即输入密码重启 可他不知道 这正是阿强设下的陷阱 就在他输入密码的同时 另一边的阿强也监测到了密码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阿强通过管理员的电脑 顺利进入了银行的服务器 然后从所有客户的卡上扣除了一分钱 当然不能随意乱扣 必须要把这一分钱变成合理费用 果然不到两分钟 阿强就狂赚了一百多万 然而他并没有将钱转入自己的账户 而是全部转移到了一个名为强盛集团的账户内 因为该账户近十年都没有交易记录 把钱放进这个账户 不仅安全而且还能避免被查到 一番操作后阿强终于成功将钱转移 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门口就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原来是债主上门讨债 阿强的父亲因赌博欠下了高利贷 而如今又身患绝症 躺在医院奄奄一息 所以放高利贷的黑帮只能找到阿强讨债 虽然阿强现在有了钱 但他手里却没有现金还债 这要是被黑帮抓住肯定又是一顿毒打 此时两名打手破门而入 阿强见状迅速跑到阳台 接着直接跳下了楼 本想着骑着摩托车逃跑 可他却突然想到钥匙落在了家里 而这时打手已经追了上来 就在这危机关头 阿强恰巧遇到一辆出租车 于是他赶紧跳上车 随即又掏出一千块球司机救命 司机看到两名打手后立马瞄斗 可没想到 那两名打手非常难产 没意会 他们就骑着摩托追上了司机 甚至还直接掏出枪 试图将车逼停 然而司机也不是吃素的 一脚油门就将车开进了反向车道 两名打手为了躲避其他车辆 只好强行减速 看来今天要是不还钱肯定必死无疑 可网上转账很容易被发现 去自住取款机更是有额度限制 所以只能去银行取款 于是阿强立即联系了附近的一家银行 他谎称是强盛集团的员工 并表示现在有紧急业务要办理 让银行提前准备好大额现金 可贵员却表示需要一些时间 而此时打手已经追了上来 司机见状猛踩油门 最后成功将打手暂时舍定 很快阿强就到达了银行 虽然情况危急 但他还是要强装震抵 可就在他准备取款时 贵员却表示要查看他的员工证件 幸好阿强早有准备 他立马出示了伪造的公牌 可贵员看到后却一脸严肃 阿强还以为自己被识破 下一秒贵员就将钱交到了他的手中 还好虚惊异常 拿到钱的阿强迅速转身离开 可还没等走出银行 贵员就察觉到了不对 他立马将阿强叫住 阿强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难道是被发现了吗 贵员好奇地问道 哪有取这么多现金不输钱就走的 阿强听后当即表示 无所谓 银行是不会欺骗客户的 听到这话贵员瞬间打消了一律 而此时两名打手也已追到了银行门口 阿强赶紧给了司机一笔修车费 然后将剩下的钱连本带戏还给了打手 见钱已成功讨回 打手也不再纠缠阿强 立马骑上摩托回去向老大交差 这下终于解脱了 还清债务的阿强一身轻松 随后他来到医院 将剩下的钱全部给父亲做了手术 因此父亲也及时得到了救治 经过八小时的手术 父亲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阿强暗自发誓 从今往后再也不做违法的事 可没想到第二天 他所在的银行就发生了大事 新闻上突然爆出行长死亡的消息 而案发地点就在银行周围的河边 显然这是一场谋杀 很快银行的安保人员就将整栋大楼封锁 并表示在警察还没查出凶手前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银行 阿强知道 虽然行长的死和他无关 但只要警察介入调查 那一定会查到行长的电脑 而电脑内的病毒文件很有可能会被发现 那样的话警察很快就会查到自己 到时他的一分钱秘密不仅会暴露 而且还会成为杀害行长的嫌疑人 现在要赶紧想个办法将文件删除才行 可倒霉的是 李基本偏偏落在了家里 就在这危机时刻 阿强突然想到 四楼的机房也能删除文件 可由于自己的职位太低 根本没有进入四楼的权限 况且进入机房还需要管理员的指纹 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 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 阿强的身体竟然出现了生理反应 他抱着马桶狂吐不止 就在阿强束手无策时 突然一位管理员冲进了厕所 然后顺手就将皮包放在了一边 看着台子上的皮包 阿强瞬间想到了办法 他偷偷拿出手机 然后撕下钢化膜 而上面的指纹正是他救命的关键 有了指纹就可以轻松进入机房了 不过在行动前 阿强还要办成清洁工 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被人认出来 到达四楼后 他并没有直接去机房 而是先利用指纹进入了办公室 因为他要提前关掉监控设备 这样就没人知道他来过四楼 那就是保安室也连接了监控设备 而保安也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阿强给自己计时15分钟 因为他知道 监控设备只能关闭15分钟 如果超出时间就会自动报警 随后阿强找到能进入机房的员工名单 然后选择了一个名叫马克的员工作为掩护 接着复制了他的门禁卡 拿到门禁卡后 阿强火速向机房赶去 此时时间还剩下10分钟 好在去机房的路上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因此他也顺利到达了机房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这么多服务器哪台才是自己要找的呢 此时时间还剩下8分钟 不过阿强还算幸运 很快他就找到了那台服务器 一顿操作后 病毒文件果然被他找到 而与此同时 银行的高管也已经发现监控被人动了手脚 同时安保人员还收到了有人进入机房的信息 而那人正是他们身边的马克 这下证据确凿 就在安保准备逮捕马克时 一旁的阿珍立马上前阻止并为马克作证 马克一直都和我在一起 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机房 难道有人盗用了马克的信息 安保立刻来到机房查看 而此时阿强也察觉到有人闯入 可删除文件还需要一些时间 阿强彻底慌了 然而安保正在向他一步步逼近 好在阿强趁安保即将发现他时 成功将文件删除 然后火速逃出了机房 安保见状立马追了出来 但还是晚了一步 此时阿强已经逃到了一楼 随后他来到杂物间迅速换上工作服 安保知道能入侵机房的肯定是内部人员 于是他们立即在银行内展开了排查 如果有人没在岗位上 一定有这重大的作案嫌疑 不一会 安保果然发现了异常 前台的三号工位竟然没人 突然阿强就从底下冒了出来 并表示自己在弯腰剪笔 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没找到入侵机房的人 安保只能又将矛头指向马克 他怀疑马克是团伙作案 不然为什么会用马克的门禁啊 马克认为只要有编码经验的人 谁都能轻易黑进电脑 而且进入机房更是没有压力 此话一出 阿珍瞬间想到了好友阿强 因为整个银行只有他懂编码 随后他找到阿强 假装随口聊起机房被入侵的事 他想看看阿强的反应 而阿强也非常聪明 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此时阿珍有些自责 怎么能怀疑到朋友头上呢 到了晚上 阿强来到医院看望父亲 可医生却告知他虽然手术很成功 但后续康复的费用还需要20万 这下阿强再次陷入了困境 自己偷来的钱都已花光 如果再去银行偷那肯定不行 因为病毒文件已经删除 况且就算没有删除 现在警察正在调查行长的死因 再去偷起不是去找死 就在阿强陷入绝望时 他突然发现 取款机上面有很多家银行的标志 而从这些标志当中 阿强看到了能救父亲的唯一方法